这一招真的女士不爽 记住啊 以后的韩戏你白打野 记得要看 记得要看 打完之后 我感觉上路可以包一下 虽然我暴露视野 然后牛背把我的红buff给拿掉 但是拿个一血也不亏 可是我们射手 哎呦 该包的出问题了 一血没拿到红buff还丢了 不过话说回来也还好啊 哎 哎 哥 你怎么回事 正正好 我还想着你要把我红buff给拿了呢 你来拿我这东西 那你不就没了 等等 野区有保护 他整机整不过我 哦吼 我先走啊 不打了 让我这几个队友先打着 我肯定是不着急的 前期野区 我们四打四野区 有野区保护 我怕你个啥 等我先打两个鸡鸡包 回点血再过来 哎呦 好了 这下这射手不用包了 打野的必要条件 就是你思维一定要活跃一点 比如说 现在上路已经不需要我去包了 对吧 牛背打好啊 我去偷他的蓝 牛背打蓝 我去偷他的活 就是这么简单 咱们先把牛背的视野给走出来 OK出来了 先不及 看看他等一下要往哪里走 但是这里能打肯定是要打的 哎 走 哎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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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摸一下 走 跳起来 走 哎 回头 我又摸一下 哎呀 现在这牛背很气 这下他拿buff是我的了 接着打蓝的时候 想一想 这牛背如果一时半会儿他不来的话 他就可能知道我已经把他拿buff打完 他就红去了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他野区全都刷干净 知道吧 你反而也不把野区刷干净 那就相当于在包对面打野 做队伍的内奸 知道不 接下来还是这么轮流的刷野区 第二波野区已经刷新了 对吧 那么我猜 牛背这小子现在防备心很重 南buff那年 牛背肯定是已经在了的 所以 哎 想不到吧 这就是我说的 老子一定要凝活 这牛背所有行动 完全在我的找控之中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告诉我 别急 我有你好受的 小子大招没有了 对吧 不走 因为我已经知道 牛背这小子没大了 那么他等一下肯定要打这击包 等一等 等一等 再打吧 哎 我来了 哎呦 怎么是这两个 哎 哎 哥 哥哥 这下我南buff没了 没办法 把赖皮手给打了 也去了能吃的东西 全给他给吃了 接下来走一步看一步看 对面想干什么 中路这样子啊 他们可能要往下走 或者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那么 不行 不能打 我肯定不会第一个往前冲的 队友上来 我怎么办 这傻大哥来打我 不要打我队友 哦 打不过 走 顺便把这冰线给 哎 小东西 你告诉我 你走什么 还好 三换三不亏的 那么接下来轮到我表演了 游贝哥等一下肯定是要来打红buff的 那么我打完红buff来这里等着 我把这牛鞭给偷了 我们家不就团上大赢了 等等啊 又来了 而且呢 摸 哎 哎 哎 这下我的男buff又没了 没关系 我教各位怎么打 游贝哥在上路 那么难去来碰碰运气 你看男buff不就有了 而且这里啊 马上可能就会来一个傻大哥 刚刚是你打我的对吧 啊 哎 啊 小东西你别走 哎 算了 我感觉等一下我要跟他换 好像有点划不来 继续戏耍牛贝哥 把他野区绝个刷了 接着就是带兵线 带完兵线实在没事干 那就把龙给开了 要不跟你打 我走 因为我知道打不过 这回再来看看 能不能打过 呃 还是打不过 走 但是我有个强化普攻 哎 哪里量的点哪里 摸 挑起来再摸 摸摸 摸不辞 走 哎呀 怎么就全都是一丝血 来个人呀 哎 好好好好 好好 好好 我感觉 不止我一个人在奴地 我很开心 把二塔偷了 小东西要过来 摸一下 大招 哎 那个好像咱俩等不过 哎呦 我来了 哎 哎 我再 哎 哎呀 傻的哥 你不要这么搞我呀 你不要这么恶心我 我来到红buff这里 那我就把你二塔给拿了 估计等一下要来人 但是你追又追不上我 我走 又没了一个 让我救一下悠悠 悠悠你快上来 我先把这小子带到阿雪的地方 啊 这下我一个人去了 让我看看 我感觉有的打 二级男跳起来 挑飞一个男女王 欲怕脖子闪现 走 我的妈 在打什么 哎 哎 不对 我们好像可以一波了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啊 哎呀 还剩下一个傻的哥 傻的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告诉我 你什么意思啊 你推我 什么意思啊 我听懂了 集 HA 那没再来 vantage 我 manufacturing 事 乱